那今天我们就比较focus在这个语法 那一样如果线上的老师们觉得我速度太快 那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麻烦 直接在线上 我看得到你们 我看得到你们的留言那就在线上可以告诉我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先比较看的是语法 如果我教过华语的老师 应该都大概对语法有些概念 大概或者是你学中文一段时间的人 大概也对所谓的语法有概念 那我们不叫他文法对吧 有很多老师还是习惯去说他是文法 那我们不说他是文法 我们说他是语法 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种语言 那语言的语法是会随着时代会有一些改变 那文法听起来好像是一种 不能改变的一种规范 比如我们文言文 但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要要这么说 文言文你不能随便改他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语法 语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教过 你教过华语的 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他 下我的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好 我们看一下第1个 这本老师我今天用的呢 就是因为语法数太多太多了 然后有时候看着也是眼花缭乱 然后活滚脑脏 那我觉得这一本还不错 这个简易的华语语法是 徐晨熙 老师他写的 我觉得是 徐晨熙老师写的 因为华语的语法书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就是 也去学一些 也是 看很多 那也是有的语法书我写的我就觉得 越看越糊涂 越看越听不懂看不懂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徐晨熙老师写的还不错 那我们来 就先看的第1章就是从词和词主 当然 就是最基本的 有名词 动词 副词 借词 虚词 对吧 那第1章我们就讲到句子 从词到句子 那句子呢 有名 有名 那一般在别的语言里面 目前大概还没有发现哪一个语言里面有这个把字 把字这个句型的 那第2个是被字 被字 第3 这不一样的地方 就不一样的地方 好这个是笔 第4个是复合句 好复合句两种并列的并列的复句 然后第1个有名词化的复合句有关系直句这些这些 对好那这个我想等一下我后面再来慢慢的看好第1个 会不会太快 线上的老师呢 太快吗 可以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个有没有人要帮我先念一下 那个你叫尤 尤魏惹 魏惹吗 魏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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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一句有个麦克风可以 有个时候可以 要让他听 然后有点个太好了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你念的很棒 第1句名词 华语中的名词 乌音 素 性及格的不同而有形式上的变化 例如书即可做单数 也可做复数 即可用作主语 亦可用作宾语 人既可指男人 也可指女人 但某些名词在使用时 需与其他词合用 才合余法 例如 接后面必须跟上上 跟由上 才能余再组成短余在阶上 若不阶上 则无法余再结合成短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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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所以中文跟英文不一样 它是复数要S 对不对 中文我们一个书 它没有数字的 没有数量的 也没有它的性 比方说有些语言 它什么男性 你姓中性 对吧 中文也没有这个问题 也没有它的格位的问题 也是跟它的性有关 所以我们只要一个字 可以表达它是单数复数 可是有的名词 它必须要跟别的方位词合起来 才能变成一个短语或者是一个短词 所以接我们不能说我有接 这个接要跟上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单纯的名词跟复合的名词 这个就比较我就快快的说 单纯的就是一个 有的是单音节的 比如说书 那报纸 钱是单音节的 那两个的复合的就是报纸 葡萄 玫瑰 幽默 这样都是一个复合词 这个大家就分一下就好 因为没有老师 这些语法再说一次 语法不需要去跟学生解释 那忘了刚刚说 这些语法都是老师们自己的 财宝 自己的能力 不需要去解释给学生听 这就是你自己了解的就好了 不要再去解释这些东西 那所谓的复合词 我们有两个 有好多种的复合词 第一个是双音节的 双音节的 好 我们就看到是中文 女儿 非凡 笑话 这些就是两个的 那同意的复合词 就是意思一样 它是两个字结合 对吧 那词意相近的汉字对吧 叫寿 叫 那寿也是 交 寿也是交 交也是交 对不对 所以两个意思一样 烦恼 烦也是烦 脑也是烦 脑也是很烦恼 所以这两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反译的复合词 这个在中文也很多 这个是买卖 对不对 很常用的开关 高矮 长短 还有老师能想到什么吗 都可以打在上面 等一下看 然后等一下我来看 还有老师想到什么吗 反译的复合词 如果你想到的麻烦 你可以在线上留一下 那现场的我来问一下 这位 卫星上的感觉 是上身来的那位吗 不是吗 今天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好 这又看起来 同样的位置 好 那你想到的呢 如果反译的复合词 你想到什么 冷跟热 冷跟热 对啊 好 那 林卫星我忘记了 我 龙虹吗 龙老师呢 对 龙虹龙是吗 对 好好好 那您呢 有没有什么 反译的复合词 黑白 黑白可以 那 雅惠 对不对 惠雅 你呢 我想到黑白 你想到黑白 被他说了 是吗 还有吗 东西 南北 东西 东西 东西不是反译的 东西不是反译 平腹 平腹 这个高级班的 没有 是不是 胖瘦 我是给慧亚厂 我是包慧亚 那老师们可以在上面留一下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想到的什么 非常多的热 这是很有意思的 好 同类的复合词呢 是词意上是一同一类的 然后他两个名词 组合在一起的 书跟报 都是同一类的东西 花和草 都是同一类的东西 好 那某一些复合名词呢 是由一个名词 加上一个准词 准词诅 一般我们这个词诅是 紫啊 冷啊 儿啊 这些 那他加的是 他说准词诅 所以就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 儿啊 子啊 冷啊 这些 他用的是 男人 客人 然后呢 老师 老虎 所以这个诗和虎是他的词诅 他的词诅 那母亲 父亲 这些都不必告诉学生 不用告诉他 哦这个是复合名词 是一个名词 加一个准词 词最不用 不用不用 他只要知道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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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坏人 男人 女人 坏人 老人 男人 女人 坏人 还有小人 对吧 大人 谢谢 那严格的来说呢 这些词不能算是真正的复合词 因为两个词组成的成分里面 有一个不是独立的词 那这个都是语法书上 啊 是非 凹凸 始终 大小 好 很好 高级班的 在上面的 对对对 因为只看得到一个 看不到一排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这个帮忙的小编 再次 还有人打了多少跟来回 多少 多少可以 来回 来回算是吗 来来回回 对对 对好 坦特 坦特 对好 坦特也是的 坦特这个真的是高高级班的 高高级班的应该是我们华语老师吧 我们母语人 因为他不是独立的词 所以一个克字不是他一个词 我不可以说来克 来克一定有人 对不对 好 那人是可以的 但是他是一个词序 他在这里把它算成一个词序 好 那因语和语的复合词 因跟语 大部分用在翻译的字 有的时候是因语 有的时候是意语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个是音译 哪一个是意语 好不好 第一个是吉普车 对不对 第二个是卡车 第三个是冰淇淋 大陆叫冰激凌 他也不用这个旗 他用激 那个激动的激 然后呢 罗吉学 然后加州 那我们来想一想好不好 你觉得是音译的 音译的 大车 对对对 先讲先音 先把总容易的讲了 好 先讲先音 大车 好 这是音译 还有呢 吉普车 吉普车 先讲先音 好 吉普车 还有吗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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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个你不要赚太多 对 钟老师 这样你会赚太多点 好 逻辑学 对不对 逻辑 好 那冰淇淋应该就是 义 对不对 它的意思很冰的 好 好 那加州是音译还是意译呢 音译 音译 对 好 可是那个州 是意译还是音译 意译 意译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是一个音译 一个意译 因为那个州 它是有意译的 对不对 好 那下面的我们看到就是 名词的这些后缀词 就是儿 儿 子 花儿 小孩 定义儿 好 那在线上的老师们 你们大概在国外 如果你们用的是北京的教材 大概 巧克力 对呀 很好 巧克力 巧克力是音译吗 巧克力 巧克力 对 我就是问一下 巧克力是音译吗 音译对吧 音译吗 音译 对 没问题 好 那台湾的话 比较少用这个儿儿 对不对 我们没有很少人说小孩儿 我们都说小孩子 那我们看到花儿 我们不会说花儿 我们说花 对吧 好 现在台湾这个儿儿话很少用 那 子 那台湾很喜欢用子 有唱子 法子 猜子 晃子 晃子 儿子 小子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三道猴子 很多子 对不对 那台湾呢还有一个叫个化运 什么什么个 这个个化 这个我刚刚说的儿化没有人用 但是它有个化的现象 我刚刚想到一个个化 好 方位词也没有问题大家 那必须有方位词才能作为处所词用的名词 它一定要跟方位词在一起的 比方说冰箱上面 汽车外面 街上 前面刚刚说了 好 那专有的不能跟地方词 然后是这个普通的名词 这个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量词我就没有写了 因为太多 有100多个 对吧 量词 所以线上老师如果有问题的话 直接告诉我 如果对这个我比较 我不讲的 我走的 我走很快的 那就在线上再留言一下 好 那我们第二个要来看动词 有动的动词 动的动词跟静的动词 对吧 那第一个 我如果是动的动词 就是一定有行动 或是一个事件 对吧 我吃 吃饭 我跳 我跳舞 我唱 我唱 我唱歌 那还有一种是 状态的 状态性质的 他说就是静态的一个动词 叫做 知道 喜欢 懂 爱 那我们在语法上也叫他做 Obsolary verb Obsolary verb 是用英文的话 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他还是一个动词 但是不是动的动词 对吧 他这里叫静的动词 那他的补语 有哪一些补语 后面我会说有结果补语 前人补语跟方向补语 跟动词在一起做补语的时候 有这些的功能 然后我们看副词 那这些副词老师我也不说了 因为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程度副词就是很好啊 很高啊 很漂亮啊 那时间 什么很长 时间很长 很多 那处所这些 因为很多 我们想一想好不好 等一下 我没有先过 然后戒词因为太多 戒词的话呢 戒词在英文也有 对吧 英文也有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用戒词的话 贵姓啊 忘记 可以帮我念一下 戒词在 戒词在 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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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语中的戒词 因为绝大部分由动词转化而来 而且人可做动词自由 所以也成为出动词 所以你看 华语 我们的戒词 可以当作动词用 那我们叫coverb coverb 如果是 英文可以的老师 那他叫 我们叫coverb 比较有名的就是 跟 给 听 用 对 这五个 这五个他是一个family 他是一个一家人 那我们在教语法的时候 会把这五个大概就会一起 看 看学生能力 学生可以的话 我们就会一起把这五个都交给他们 他们的有 他们有什么差别 我在这里不会说 老师们 我在这里不会说 好然后呢 还有 笔 这些就是比较高级班的了 自从啊 至于啊 关于啊 对于啊 这些都是戒词 对不对 那个跟英文差不多的 第五个我们讲到的是虚字 虚字 你觉得他好像不需要 他就虚字 这语法上这样 好第一个叫做实态 很多人说中文没有实态 那对 中文没有实态 可是也不对 因为中文有一些字 我们用字去表示他的实态 对吧 好比如说今天 昨天明天好那 但是也有一些 呃 语法书觉得这个是词 他不叫实态 他不叫实态 那比较觉得他像实态的就是那个冷 好这个冷 这个冷非常有名 对不对 好很多老师们应该也是好 因为一共有冷气 对不对 冷一冷二冷三 这个是邓老师很有名的 他就冷一是什么什么 冷二是什么什么 冷三是什么 冷有七种 有七种语法 应该不知道还没有心得 好那这个呢 是叫完成开的了 就是我做完了 我吃饱了 我下课了 完成了 那持续的这个叫做 者 者 我们用者 那进行的时候 我们用在 然后经验的话 我们会用 对吧 然后呃 那个其实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什么 起来 他哭起来了 他说唱起歌来了 他跳起舞来了 他说起话来了 然后我的学生他们上课呢 聊起天来了 上着上着 那老师说我上着上着 我上着上着 就跟学生聊起天来了 对吧 上着上着课 这样 那我们下面看到 还有句委的虚词 这些 了 那 大 这些 那有一些 他是有功能的 对吧 这个了 我们刚刚说有功能 那也有功能 大 也有功能 啊 的功能比较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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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是啊 大概 R的功能比较少 可是这个亚 差不多 对不对 是亚跟R来的 好啊 好呀 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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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妈也是 但是跟妈是有功能 对不对 他是一个问句的功能嘛 然后呢 从属的虚词 就是他必须要跟别人在一起 跟别人在一起才能用的 这个叫也是一个虚词的 和的 这样的的 好 那我们看 哦 好 那这样子 线上的老师 线上的老师 可不可以打开一下你的camera 我们一起在线上拍照 拍张照好不好 哎 好 那可是我要把这个分享先关注 对吧 现在这边现身 你可以剪吗 这样子 停止 停止 停止到了 对 我先停止 等一下大家就会出来 学员们我们在车轻松 哦 要过来是吧 那边 在这边 在前面 对 就一起来 好 就在这里 在这边前面 在这边前面 大一点 因为在这边会是 对 到这边吧 我一起 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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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截图 对 顺便拍个照 在楼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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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用我的手机吗 对 先帮我们拍照 对 然后再截图 好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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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上 别提到 再比个赞 好 好 可以吗 专攻 等一下 我看那里 对 在那里 对 一二三 ok吗 再张 再张 一二三 一二三 好了 哦 好好 谢谢 可以做 可以哦 可以 大家好 好不容易 好 这是你 那如果不是你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里对吧 下一页你们手上都有资料 对不对 手上都有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了 对不对 完成开的了 这个了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可以看到他们讲话 如果他们能讲话 如果我问到他们如果可以的 同学们我看的 现在上的同学 我看得到你们的留言 如果你们要留言的话 在这里我如果看得到 如果注意到 因为他就只有一次 现在刚下一页也能够乱了吗 对对对 画面上面有出来吗 对 出来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了 只有在主动词是动词形式的时候 才能把它看作跟英文过去时态是对等的 那他如果是状态动词的时候 虽然有过去的样态 可是也不可以用了 你不能觉得他是一个动词就用了 所以我学生也是他们就都什么动词都说了 对如果他是一个状态动词 他的病昨天怎么样了 那他病了 那个了 不是一个完成过去时 不是过去时态 他病了 我常常告诉学生这个了 是change situation 就是你只要让他觉得是情况改变 你用了 这样比较 我觉得比较不会让他误以为是过去式 过去式 如果学生把这个了想成是过去式 就会写出一些说出一些很好笑的句子 很好笑的句子 然后他就一定会说 昨天我吃了两个汉堡 昨天我玩了手机 昨天我玩了手机 比那个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第一个有昨天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时间词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加那个冷 就跟我刚刚讲 我们有昨天上个星期这一些 我们就知道他是过去了 我们就不会再用那个冷 但是学生认为昨天是过去 所以我一定要用冷 不要告诉学生 就是告诉学生他是 change situation 状态改变 你玩手机不是没有状态 状态没有改变 他就是玩手机这件事 那我也知道昨天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冷用来表示 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另外一件事情的前面 对不起 我改了新的powerpoint 因为这个应该有点不大叫 没错漂亮 好过去 现在有个顿号 未来应该是三未来 我的pdf改的 我给你们的pdf是改过的吗 没有 应该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者皆是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 V C 三个句子 都是 就是过去 现在和 未来 好 那个 老师 贵姓 我用 我吗 是龙 龙老师 龙老师 帮我看A就好了 A是过句的 没有 帮我念一下句子就好了 A的 他昨天晚上吃了 晚饭菜 走的 对对对对 好 那他昨天晚上吃了晚饭 才走的 好 我们有昨天晚上 那吃了晚饭 是他 吃了 做完了这件事情 我做了 我做了这件事情 因为时代改变 就是 Change situation 那个情况不一样了 他没吃晚饭 他吃了晚饭 对不对 吃了什么饭 他吃了饭 才走的 对吧 好 但是 B呢 我每天吃了早饭 就去上学 就是他的 现在还是 未来 现在还是未来 现在对不对 我每天 我每天都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 那请你下个班 来一下 这个是 现在还是未来 还是过去 其实上老师可以留个言 C你觉得是现在未来还是过去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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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秋啊 晚秋 晚秋 好 对 是不是未来 因为你下了班 所以不要让学生觉得那个了就是过去 因为我们会用在不同的时态下下了班 好 这样一个呢 有一些不能用冷的情况 第一个 动词表示说话 然后后面会跟着有所说的话 第二个 关系子句的动词 第三个 动词是文言文的词汇的时候 我们看看第一句 他昨天说不来 今天又说要来 有人会觉得他昨天说了不来 今天又说了要来 第一个可不可以用了 昨天说了不来 不可以 你觉得不可以 你觉得不可以 那今天又说了要来 第一个应该是可以的吧 你可以用可以不用 他昨天说了 他说了 说了什么 我说了 他不来 那第二个就不行了 他又说了 今天又说了 这样就不行 第二个是什么 上星期借的 那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上星期借的 对不对 那就不能放这个这 因为他是关系子句的动词 第三个是 那第三个是 数月后 鱼全家自美法 这个鱼字也打错了 对不起了 这个鱼应该是那个 我的那个鱼 不好意思 请同学改一下 我的那个鱼 鱼天的鱼 谢谢 谢谢 谢谢东老师 帮我改一下 那个刘克言 应该是 别的鱼 我等一下下课行 好 教证的时候没教证到 好 然后 因为他是鱼全家 对不对 数月 他都是比较文言 然后自美反才 都是比较文言的词汇 所以我们也不用了 了是比较现代汉语用的 那这个是古汉语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不用 古汉语的时候 不用这个了 如果有两个 或是两个以上 表达过去的时间的动态动词 连续出现的时候 我们只有在最后一个动词加了 我去上课 这次我们不用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 跟大家都知道吧 不会说 我吃饭了 下课了 就回家了 那我会说 我吃饭 再上课 就回家了 不会用了了了很多了 对不对 这个应该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第二个是句子的时候 我们讲到句子 定止 和磁序之间的关系 定止是什么 什么是定止 诗面刚刚我念到后面 上次你热心帮我的那一面 什么是定止 什么是定止 就是指一个 什么是定止 就是指一个名词 或名词主所指 能为对方确实认定 一般在动词前的名词都做了定止来解释 那下面有A B C D A A B C三个选项 A 我买了那本书 B 那本书我买了 C 我那本书买了 这三个例子 谢谢老师 您如果当华语老师 应该很适合当老师 可是那个 就需要先分析 开玩笑 跟您开个玩笑 那我买了那本 对不对 定止就是 如果只要想就是 指示的 指定的那个名词 对不对 那我买了那本 对吧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放到前面来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所谓的主题 主语前置的那个做法 就是主题式的 那个topic在前面 那本书我买了 这个我们比较少这样说 但他的语法书上是说 我那本书买了 我那本书买了 好这个都他 他觉得定 这个定止是我 我觉得这个比较少在用 我们比较少用 好那来客人了 看客人来了 我们看这两句 A句的客人是不定止 大家想一下 来客人了 就是来客人了 他没有特别说明是哪一个客人 就是来客人了 他是不定止 B的客人呢 是一个定止 客人来了 是你想要的那个客人 大家第一次听的时候都一定会 华语老师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那如果一般大家听到 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 都不是一样嘛 好那这个客人 是我请的客人 我知道的客人 所以他说这个客人是定止 大概就会放在动词前面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定止 那但是这句呢 医生不一定会开刀 这一句 他是一个不定止 他是说到所有的医生 他就不是定止 他就是一个不定止 这样可以吗 现场老师我觉得有问题就留言一下 那有人在发言 现场老师我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 定止跟不定止 好因为这个后面会 那我们看一下主语跟主题 我们刚刚说到的 什么是主题 这个我刚刚说 这本书很好看 跟这本书我看过了 那这两个都是把主题放在前面 对不对 他的主题就是这本书 那我们会说 我看过这本书了 我把这个主题先放在前面 所以他说主题就是说话的人提出来要谈论的 往往出现在锯首 但不必和该锯的术语有失事的关系 对不对 有属性或是失事的关系 不一定要这样 但是呢 锯跟锯之间有连接 有连 有连接的作用吗 我打错词了 对不起 太充满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要命的安全带 在冰凉的水里间 直就打不开了 要命的安全带 这个是他的主题 在冰凉的水里简直 在冰凉的水里简直就打不开安全带了 后面他就没有再说一次 他把这个我们所谓的受词 就是冰语放到前面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教授上星期指定了一本书 要我们看 难死人了 什么东西难死人了 书难死人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他没有把再说一次 那本书难死人了 这前面呢 是个主题 先说 然后他有连接的作用 这个就是主题 然后他连接后面那一句 这个都不必跟学生解释这么多 因为他就会说就可以了 好存在句跟呈现句 他们都很有钱 这个有是存在 这个有是存在 那怎么会有鬼呢 那个有也是存在 有人在门口等你那个有也是存在 我们昨天都没有出去 那个是没 没 好 那这个是如果我用这个动词来引戒新的人 是或是物 常常用的有来还有出现 就这个来和出现来去把后面新的东西 引出来去把它引戒出来 第一个句子 我交上星期来了两个客人 还有呢 远远的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小黑点 出现 那他也是一个存在句的词汇 这是动词 那否定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别 不跟没 对吧 这三个 那 华语中的一个规则 这个大家可能要记得一下 好 我们看完规则 就先休息 被否定的这个词语呢 必须直接跟在否定词的后面 必须直接跟在否定词 好 我们看一下 否定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畴 范围比较容易懂点 第一个 我不想明天会下雨 这句应该怎么说才对 天上的老师也可以告诉我 这句我不想明天会下雨 怎么说才对 这上有没有老师知道 我不想明天会下雨 这个是英文对不对 我想不会下雨 我想明天不会下雨 对 对 这才是我们母语人的话吧 那这个是英文 我不想 I don't think 对不对 这个很多西方会英文的学生 他都会这么说 我不想什么 我不想他是女生 我不想他什么什么 一定会说I don't think 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明天不会下雨 对吧 那第二个没看没问题 别看电视了 第三个 我们没有出去度假 第四个 这个孩子不喜欢说话 那不会说没喜欢说话 对吧 那这个喜欢想要 喜欢想愿意我们的否定都是用不 我没有说没 我不可以说我没喜欢我 没想我 没愿意 我们这个语法 老师应该知道吧 我用不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因为钟声响了 好休息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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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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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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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否定 所以他这个词 否定词要在他的后面 但是你否定就是否定那个买 对吧 我反正不喜欢他 我反正不想去上课 对不对 我反正不吃臭豆腐 所以大概都是 反正在后面的否定词 我们不都去 跟我们都不去都可以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什么不都跟都不 对不对 我们不都是not all 对不对 英文就很简单的 就是not all 不都吧 那都不 就是我们全部都不否定了 是吧 好 我讲到这里有讲一个笑话 我们以前黄玉老师很乖 那个老板大老板请我们去吃饭 然后就叫我们签个名 然后他上面就写邀请卡 然后下面签名 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很乖 他就用这个汉语评音写 我们我们都不去还是什么 我们不都去 我们都去 对对对 我们不都去这样 他写我们不都去 诶 片子怎么想起来 我想一下想要再跟大家讲 他就用那个不都跟东部来做一个那个 那个 又用一个那个 拼音这样 然后大概不会下语跟不大概会下语 我们会说不大概吗 不会嘛 我们不会说不大概会下语 对不对 没有人这样说吗 大概这样 否定跟动词的补语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有补语对不对 有结果补语 方向补语跟潜能补语 这三个补语 补语的意思是 你去说明那个宾语 那个宾语怎么样 你不问清楚就别给钱 我应该有 我这个为什么还是 你不问清楚 就是你否定的是问清楚 你没有问清楚就不要给钱 对吧 他问了 可是没有问清楚 所以这个没有问 他是没有问 他否定的是没有问清楚 这个是结果补语 结果他问了 可是没有问清楚 这个是结果补语 那不送到家 就送到店里好了 他这个否定是什么 不送到家 他否定的是这个到家 那你就送到店 这个否定是否定到家 那没带回家 那到哪去了 这个否定的是带回家 他没有 你没有带回家 那这个东西去哪里了 他是否定没有带回家 那一样没带回家 那带到哪去了呢 他是否定什么 否定回家 没有带回家 他没有否定你带 都一样 都一样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研究这个语法的时候呢 哎 华语老师不必太辛苦跟学生说这些 那只要你知道学生想说什么 学生想说什么 然后你帮他改他的句子 想说什么 他想说没有带回家 我没带回家 那你带到哪里去了 你要问他是你带了 可是我没有带回家 我带了 可是我不是我没有带回家 我是否定那个回家 那如果你没有带回家 你到哪里去了呢 你如果你的书在学校 书不见了 你带回家了吗 那没有我没带回家 那书到哪去了呢 他是否定那个带回家 没有带回家 那书到哪去了 这样可以吗 这样差不多懂吗 这个第一次听一定都是听不懂的 你这些唱的老师再慢慢想一下 我比较没办法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论 我来念好了 否定词这个没有 没有在动词加结果补语的结构之前的时候 他只能当做去否定他的补语 这个是他刚刚说的意思 他去否定他的补语 在否定这个动词前面的时候 他去否定他的补语带回家 嗯哼 好 那他说呢 第二个在其他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不在动词加结果补语和 或者和动词加方向补语的这个结构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啦 不跟没有这两个情况的时候 补语一定会在否定的范围内 但是这个动词是否会在否定的范围内 要看上下文 好 那就是这个 他否定了这个 没带回家 没带回家一样 可是你要看他后面的上下文 那你带到哪去了呢 所以他没有否定带 他否定了你回家 他没有去否定你带 你带了 可是只是没有带回家这样 所以这个结论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是把那个简易华语法 那个屈晨熙老师写的 就是抓重点出来 抓重点 因为不可能他一本书那么多 那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有点疑问 就再去做一些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 那否定词跟疑问词对不定词的作用 否定词对疑问词和不定词的作用 我们否定词跟疑问词 或者是不定词同时出现的时候 他对整句的影响 常常是对华语学习者很大的一个难点 华语学习的不是老师的问题 我们看看第一个 他说我爸爸有一点名气 肯定的对吧 我爸爸有一点 第二个呢 我爸爸没有一点名气 肯定的对不对 那第三个是我爸爸一点名气也没有 B跟C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爸爸没有一点名气 但如果我跟我爸爸没有一点名气 我有没有呢 那有一点 我爸爸一点名气都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 那很多学生会说这个 对不对 我爸爸没有一点名气 有点奇怪 对不对 有点奇怪会说我爸爸没有一点名气 因为他觉得 有一点名气 那就是否定就是没有一点名气 那我就说我爸爸没有名气就好了 对不对 我不会说没有一点的名气 我就说我爸爸没有名气就好了 是不是 那因为他会从这个推 有一点 然后就否定就没有一点 然后这个外国学生 那这件事怎么行 这是一个问句对不对 他加上了否定以后 变成了影响他这个句子的意义了 他变成这件事不怎么行 他还是问句吗 他是问句吗 这件事不怎么行 他就不是问句了 对不对 他加了否定下去以后 这个怎么 也不是一问词的 对不对 也不是一个question word 对不对 怎么行 怎么好 怎么漂亮 你这样说不怎么行 如果你问我一个句子 老师我这样说行不行 不怎么行 意思是应该不行 对不对 不怎么行 这件事怎么也不行 这个怎么 他也不是一问词 对不对 如果你跟我说 老师我们这个星期 不用考试吧 那个期中考了 我们不用考试吧 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这个 我们先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下次呢 我们再做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等会 我们都做完了什么 我们再来考试可以吗 我说这件事啊 怎么也不行 考试就是要考 非考不可 你告诉我有什么建议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怎么也不行 怎么也不可以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怎么 就是你要怎么去做 都不行 对吧 他不是一个疑问词了 他就是一个 否定那个情况了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一问句了 对他说 对他这个影响 对这个 这个句子的 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否定 好 第三个呢 你们一个月用多少钱 我们一个月 不用多少钱 否定的 我们一点钱也不用 他都是否定的 对这个否定的 这个疑问词 这个question word 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作用 他不是 他让他变成不是疑问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红色的说 以上各句都是问句 加上否定词后 然后变成了直数据 疑问词也变成了一个不定词 对吧 那个怎么 他没有指示 他也不是一个疑问词了 有一点点语法观念的 我们看一下 今天早上 那现在华语中呢 除了有一些 跟古汉语的否定词 来借用的 比方说 非人生活 无风不起浪 这两个都是古汉语里面的否定词 我们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用 我们一定要用 除了这些 我们用这个词来直接否定名词以外 我们只能用这个不是没有来否定 就是如果是古汉语 我可以用非和无来做否定词 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我们大概都是用不啊没啊这样的 来做一个否定 对吧 我们说话的时候 好 今天早上没什么人来 今天早上什么人也没来 这两个语法应该 应该是 我本来是应该有 没关系 好 不是这个词 我们要怎么用不是 这个否定词不是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谢谢 第一个 第二个两个一起念吧 好不好 不是他们打架 是棒球打破了玻璃 好 第一个句子是这样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不是他们打架 是楼上的小孩 好 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差别 那我已经做了记号 不是他们 你否定的是他们打架 不是因为打架 是这个棒球打破了玻璃 不是 那还有一个不是 那还有一个不是 他们是楼上的小孩 那这个不是也是一个否定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你的不是放在哪里 好那一问词 这些我们看一下 比较简单 一问词 一问句 一问句应该没问题吧 一问词嘛 然后这个都 就刚刚我们说的 什么都 哪里都 谁都 这个 然后爸妈呀这些 然后是不是 就是要不要 好不好 想不想 可不可以 是不是 然后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 这个 可以哦 一问句比较简单 我就走了 那这个是命令句 命令句我们会用别 不要 请 请你把书拿起来 命令句 对不对 别 迟到 告诉你 不要迟到 对吧 好 那劳驾跟麻烦 是在请求别人 有所行动的时候 这个也是属于 比较高程度的中文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 这个高程度古汉语吗 古汉语 第一个 麻烦你们听我 麻烦你听 对吧 劳驾你们注意 所以这个听和注意 是要 不是一个行动的动词 因为他前面说 华语的那一句 动词要行动的动词 对不对 必须是行动的动词 别迟到 别吃那个东西 可是呢 这个麻烦和劳驾是在我要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用的 我希望你做什么事情 它不是一个行动动词 那我们看一下打字句 打字句很有名 那应该 我不会说很多 因为说 这个打字句如果要说的话 大概就两个小时没有了 我大概就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的地方 主词 打 然后兵语加动词 然后补语 所以呢 老师把书拿起来 同学把书带来学校 那这个把字应该 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失识对受识产生影响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产生影响 我们就不会用把 把我打了 他把我打了 我们就会说 他打我 对不对 因为他打你 没有对你产生一个什么影响 他把我打哭了 对不对 因为你打他 他哭了 产生了影响 我们才会用把 一般不要 就是很多学生都是用把把把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特征 我们第一个 受试必须去特指 或者去定指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定指 对不对 就是特定的那个 那个那个名词 有指定的那个名词 第二个动词必须是表示行为动作的动态 动词 是有动作的 第三个动词后面要有一个补语 来表示这个行为动作对受试所发生的影响 然后要有一个影响 那第一就请把门关上 对吧 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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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词一定就是说话的人 然后请谁 请那个受试者 那个受试 请那个受试把门做什么事 关上 那个是一个结果补语 要让他关上 好那我们看如果他有一个双冰 打字句还可以做双冰 有两个冰语 有两个冰语 冰语就是我们一个object的吧 就这样 如果去想它是object 它两个都是受试 就是object 它怎么用呢 一个在打后面 一个在动词后面 好 那我会说 打桌子 放上一瓶花 就好看多了 所以打桌子是一个冰语 放是那个动词 的后面是一瓶花 对 把桌子放上一瓶花 我知道意思 但是我们平常好像不会怎么用 对 因为它这个应该是 也是比较大陆的一些 就是我是直接用它的这个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把杯子里的茶 加上一勺糖 把杯子里的茶加上一勺糖 味道就好多了 如果我们就是模仿它的这个巨型的话 两个冰语的 把手机里的SIM卡 拿出来洗一洗呢 把手机里的SIM卡 不是洗一洗 擦一擦 擦一擦 有在想 把什么东西呢 我们有什么句子吗 因为我们 没有声音 Stacy说没有声音 现在有了 Stacy 我刚刚没说话 没有了 好 那有没有老师想到什么句子呢 符合这样的 双冰把字句 想一想好不好 然后留言 我们再讨论 因为这个双冰把字句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 它有一个延伸 是看起来也是双冰的 对不对 那杯酒 把它喝得差不多醉了 这个也是比较大陆 这个老派的说法 好 那我就会说 那杯酒 把它喝醉了 如果要把这个语法 这个简单一点的话 好 那杯酒 小杯 那一小杯酒 如果你要再清楚一点说 那一小杯酒 就把它喝醉了 因为这个人不能喝酒 他只喝一小杯就醉了 你可以把它换成 那一小杯酒 就把它喝醉了 这也是双冰 那个笑话 把我笑得合不容嘴 这个我们会说 对吧 那个笑话 把我笑得合不容嘴 因为那个笑话 对不对 那个笑话 把我 我是受试 对不对 那笑话是诗试 可是这个笑话 他不会真的做 对不对 我们一般想 那个诗试是我做 我做什么 请把门打开 就我去打开门 那可是这个诗试是笑话 受试是我 好 那把诗句有个否定 那我们就要快乐 因为把诗句好多好多 如果要讲太多 那有别 有不跟没 这三个 都要在把的前面 这样 不可以说 我不把他 我不把我的书带来 我 我不是 不是 我把不 我 不会说那个错的 我把 我把他不想起来 我把他不想起来 有些事 对 我把他不想起来 不行 我把他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他 然后第一个 别把钱掉了 命令句 命令句 对不对 别把钱掉了 第二个呢 不把他们请来 怕他们会生气 你不把他们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加一个不 那个孩子 把上学 不当一回事 语法书上说 如果你说 那个孩子 不把上学 当一回事 跟 那个孩子 把上学 不当一回事 语法书上说 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研究人 想研究的东西 他研究什么呢 当一回事 当一回事 是一件事 所以你的否定 要在他的前面 是 你不当一回事 不是你 不把 这个当一回事 所以呢 他把吃饭 不当一回事 他觉得吃饭 不重要 他把写功课 不当一回事 他觉得写功课 不重要 这样 那这个是语法 研究者 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你说 老师 我说 他不把写功课 当一回事 这样懂不懂 这个语义 你了解吗 他不把写功课 当一回事 那个孩子啊 他不把写功课 当一回事 他觉得写功课 没关系 写了就教 没写就算了 那你觉得这个语义 这样可以吗 他不把写功课 当一回事 也行啊 语义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只是在 语法研究的时候 他会这样去强调说 他是在后面 因为这个是 他要否定的事情 是当一回事 他要否定的是 当一回事 因为有当一回事 跟不当一回事 对吧 他当一回事 我跟他说 我爱你 他真的以为我爱你 我爱他 他把我说的话 当一回事 我学生 我说 老师老师 那个谁谁谁爱你 我能不能当一回事 我能不能说 真的那个学生爱我 我不可以当一回事 对不对 我不能当一回事 所以他是说 在否定这个 当一回事 这个词 这个端语 那我没把信打开 没问题了 就是在否定的前面 在那把 否定要在把的前面 否定放在把的前面 那对 这个被字句呢 他基本的形式 在公式在这里 对不对 受试被和失试 大家发现 他跟把哪里不一样吗 这个是把的公式 对不对 主词 把 定语 动词 补语 那个线上我没换 我换的是这里 那被的话呢 他换了 打记得 打前面是主语 主词主语 打后面是object 就是你的宗事 可是被刚好就是相反过来 所以他也是一个语法练习 那被字句 他把字句结构非常相似 唯一相同的 不同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受试与失试的位置 交换 就这么简单 那历史巧克力都被弟弟吃完了 巧克力 去受试 那我要换答的话 就是 主语 主语 把巧克力都吃完了 对吧 这样可以吗 那背的时候呢 那华语中的背 常常表示不幸 不幸 房子被火烧光了 那辆车被撞坏了 青菜都被台风吹坏了 吹烂了 是吧 他华语 我们用背的时候 他被打了 是不是 他被卖了 如果诈骗 你被卖了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句子 比较不一样的是 书被一个有名的物理学家写了 这个句子就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不会这么说 但是可能我们的外籍学生会这样出 因为英文有这样的句型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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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没有 因为书没有不信 被物理学家写 他可以告诉他 因为他没有不信 那除非是这个物理学家很不想被他出版 我的书被那个出版社出版了 我不想出版 可是他把我的书拿去出版了 所以我的书被出版 被出版 还有什么 被辞职 对不对 有啊 被辞职 他不想辞职吧 有没有 被分手 被分手 对不对 现在大家不是会喜欢用那个被字吗 被分手 还有被什么 被辞职 被辞职 被不是 被辞职 就我辞职吗 我不做了 我辞职了 可是我不是自愿的 我不是想辞职 我是被辞职 是老板跟我说 什么什么 你听懂了 我自己先辞好了 对吧 被分手 被 被 被注意 被注意 我被注意了 现在很多人就又有很多什么被什么被什么对不对 没有你们都不是台湾人 老师也 因为我们华语老师的语法都太标准了 而且很多人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一些台湾国语 好那这个呢我们被孩子哭的一夜没睡觉 对不对 我们被 然后孩子哭的我们一夜没睡觉 孩子把我们哭的一夜没睡觉 三个句子都可以 我们用不同的 不同的词把还是被 对不对 好那这个被字句的命令句和 呃 否定句跟把 一样 他也是要出现在否定词的后面 我没 巧克力没被小弟弟吃完 蔬菜没被台风吹坏 那辆车没被撞坏 房子没被烧坏 啊 很好很好 房子没有被烧坏 对不对 很想用不被吧 我没有用不被 因为被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他没被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是老师留言 他被老板炒鱿鱼 不是炒鱿鱼不是被 不是炒鱿鱼就是被 我应该说炒鱿鱼就是被啊 对对对 对不对 炒鱿鱼就是被 所以当然就是被 小老师那个 节奏的延伸第三个句子 跟前面一二 有没有太一样了 当我们哭的一夜没睡觉吗 孩子 所以孩子把我们哭的一夜没睡觉 是谁哭啊 因为孩子 孩子是失事 我们是受事 所以他是失事嘛 失事把我们没睡觉 这我懂 可是你现在句子这样呈现的话 他其实 就是从真面目上来看 他哭的人好像是我们 不是孩子 因为你 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 很明显就是孩子不哭骂 我们一夜没睡 所以是孩子哭 我们一夜没睡 可是你第三个句子 在里面呈现出来的 哭的 一夜没睡的 这样连下去的话 应该是我们哭的一夜没睡 你可以举一个另外的例子 就是第三个例子吗 孩子把我们哭的一夜没睡 另外找别的例子吗 那个老师把学生打的不想上学 老师把学生打的不想上学 这就很清楚 嗯哼 对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语法书上的句子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睡 所以应该是孩子 呃 是我们没睡 所以不是孩子没睡 从这个句子上会让人家误解 说是哭的人 当然知道说你 这里应该是哭的是孩子 然后我们被搞的一夜没睡觉 但从这个句子上会让人家会有误解 就是是我们哭 是我们哭 对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奇异 哦对 如果有奇异的话 嗯 可能就是 这个比较像 刚刚你老师把我们打的不想上学 那很清楚 嗯 对 好 好 因为这个是语法书上给的 好 我们再讨论一下 那个钟老师的问题 大家可以 钟老师可以把它放在那个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讨论一下 Stacy老师 对 孩子把我们累的一夜没睡觉 这个例子就 我觉得比上面那个 书上的例子很清楚 要好一些容易了解 对对对对吧 对 孩子把我们累的一夜没睡觉 是是是 好 那这个就是跟我刚刚做的句子 比较接近 就是你问这个句子 孩子把我们累的一夜没睡觉 是谁累啊 是我们累 孩子把我们哭的一夜没睡觉 是谁哭 对 小孩子哭 那这之间它只是一个 动词的一个差异 对 又是累的又是哭的 对 所以他的失识跟受识的结构 所以他第一个他是说 我们被孩子哭的 那也是孩子哭吗 是很清楚 对 对 现在你看这个在线上这个老师 他留言 其实他跟第三个句子 也是有疑问 没有疑问 他那个很清楚 就孩子把我们累的一夜没睡觉 对对 会被孩子哭 对 有什么想法可以 也可以表达一下 因为这个是钟老师提出来的 也对 但是我们会这样说 对不对 他把我哭 他昨天晚上一直哭 哭了整晚上把我哭的 我没办法睡觉 我们会这么说 对不对 假设我把他换一下 他把我骂的一夜没睡觉 他们就很清楚 那个骂的是他 就是失识者 也可以 他把我骂的一夜没睡觉 对 谁没睡觉 我没睡觉 放气的一夜没睡觉 对 也行 对 这样换 换一下 好 谢谢钟老师 那我们线上的老师 听得到钟老师说的吗 钟老师说 孩子 不是 他把我骂的一夜没睡觉 还是他把我气的一夜没睡觉 那钟老师 可以留一句子 钟老师可以打一下 你丢了吗 老师那流了很多 流了很多 来不及看 因为他基本上就走了 妈妈把我出汗的很丢了 妈妈把我出卖的很惨 出卖的很彻底 好 那我带很多句子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 这边有对字句的否定 一样跟把字句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要再把他前面 好 一样双族语的时候 如果说 我们讲到双族语 这个是我们 跟两个孩子 双族语 然后一个八十一股 这两个是他的 补语 他的补语 在后面 去说明他 这两个 这两个族语 他说的这两个都是族语 我们跟两个孩子 好 然后动词重复 这应该没问题吧 族语动词名语 动词然后下补语 我上课上了一整天 说两次的动语 这个也没问题 大家 然后我上课 没有上一整天 跟我没有上课一整天 那个他的否定 是在动词前面 重复 我没有上课上一整天 我可能上了三个小时 对不对 我上课没有上一整天 我没有上 第五个比较聚 这个没有问题 比较简单的我就 我就说很快 比较聚什么跟什么B 对不对 A比B什么 然后A跟B一样 然后A没有B那么 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语法老师应该可以吧 可以 这个比较常用到 常看到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复合句跟并列句 他 华语中把原来不是名词的字 或是词 放在 名词的位置 他就会变成名词 这个跟英文不一样 我们只要把它放在那里 他就会变成那个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变成那个 叙述句和疑问字当作主语和兵语的时候 好 他不能来 让我们都很失望 主语 那我们去 也好 这件事该怎么办 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不管是什么词 他不是名词 他不是名词也不是字 他可能是一个疑问词 他是一个短语 他就短语 A跟B都是短语 那 C跟D都是疑问词 他放在那里 他就变成了一个名词 就是 不是什么特别的一个词 才能用当作名词 这个是中文的特别特性 名词的同位子句 我们看 他就用来说明一个名词 所代表意义的子句 就是名词的同位子句 我来说明他的 华语中常在子句和名词之间 有一个语法的 又错字了 语法 这个语 语法又错字 你看到 虚词是的 他就是同位子句并列的 失业对经济会有帮助的 这个理论 这个应该大家也不太有问题 因为英文也都可以直接这样翻译 然后要成立一个小组的 提案已经通过了 对吧 穿红衣服的那位小姐是我的同学 然后可以用同位子句来说明的名词 都是比较要抽象的 所以常常常用的不太多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些 事实新闻消息主义问题等 常常用同位子句来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大概在高级班 比较会常用到 时间下课 要休息了 还等他打中 我再说一个 关系子句 把这个说完 等他打中 关系子句呢 反正用来限制或者形容名词的这个子句 我们都知道他是关系子句 华语的关系子句有两个 跟英文不一样 第一个华语的关系子句是用的 第二个华语的 词序是关系子句加名词 那英文是相反 英文是相反 如果也会英文 在图书馆界的 那本书华语没有 如果用英文自己想怎么翻译呢 好 那昨天才买的 那瓶 我觉得用那瓶比较好 书上是用一瓶 他是说一大瓶 那瓶牛奶已经喝完了 嗯哼 我们路上吃的 都有了 都买好了 对吧 所以这个的 应该是用英文来翻译的话 就会很容易懂 因为英文的词序有这个 好 那我们还可以先课 还可以打中 打中了吗 好 来来 关系子句的特征好不好 还有 他有几个特征就是 我可以用名词 对不对 我在哪里 好 我 我 我可以 关系子句 关系子句 好 他的特征是 他所形容的名词 在某个情况 因为我在这里看不见 某个情况下 可以省略 一个是关系名词 所带的名词 还是可以放在原来的位置 用这个带名词的形式出现 这个是 应该是英文吧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这就是我想要买的 什么东西 英文可能会用 对不对 那中文没有 中文我们 没有 用这个什么 他 这就是我想要买的 东西 那个 我不会用 他告诉我的 我说的 话 故事 新闻 是 跟你说的 话 故事 新闻 对不对 不一样 然后刚才来的那个人 对不对 刚才来的 这应该有 什么东西 是谁 还有呢 我叫了 很久才听见的那个学生 我叫了 他 很久才听见的那个学生 不是在礼拜上吗 这里应该有一个他 对不对 你要给钱的那个人来了 你要给他钱的那个人 对吧 那这个他 我们都不会在中文里面会用一个代名词 但是我们中文就不用了 好 打中谢谢 休息十分钟 好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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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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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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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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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使用的时机 时机啊 对 就是说 你怎么去引导你的外国学生 怎么去 在实际的一个情境之下 怎么去用这个把 那我现在是怎么讲 他只是刚刚在为我们 对对对 收集完 好 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再回 廖林轩 廖老师 对 他原先是华师嘛 最爱到泰国去的 然后后来 他也有在 美和科大 美和科大 对 那今年十月又再一次 再验诵到泰国去 对 我觉得他的名字好熟哦 廖老师他华语教学经验很丰富 对 为什么我会对他这个名字有印象啊 叫林轩 廖老师 在美和待过吗 还是中山吗 中山有 有 中山大学有 他也在中山待过是不是 可能之前哦 好几年前 因为他后来就是 建设到泰国 然后回来这边 在美和科大 然后 又再去 对再去 那多大年纪啊 很年轻 很年轻的吗 是 那是不是以前他到过文早 很年轻 我在想到他是不是以前到过文早 然后是不是在那里 就是碰过面之类的 也许 也许吧 因为可能 我现在廖老师他是在泰国 对对对 现在在泰国 是我们今年的建设法师 也有廖老师 对 不是平科大建设的 现在是有平科大在负责做建设的 所以都做研究 但是廖老师的建设是原先是在成大 我们是今年才接成大 对 所以他是成大的老师吗 应该是说 廖老师建设是一个作业 原先先前是在成大经办的时候去完成的 对 所以他是属于成大那边 对 不是这么说 就是说建设法师 其实一个计划案原先是在成大进行的 那现在是由我们平科大进行 但是廖老师的包括去程序啊 程序是在成大那边完成的 那后续这边就有我们来接手 对 以前不是那个邓老师还是在那边 邓首信老师 他们在做泰国这边吗 在泰国这边他们在负责 应该不是吧 每一个学校他有 对对对 他们有一个自己负责的 对教育中心 比如说文早的就是 就是有一个人 是什么 是什么 那个 是什么 和我 是什么 对 是什么 是什么 对 和我 是什么 可 很细腻啦 对 很细腻 是很多小事情 是 一拉拉的事情 好 那就是请张老师等一下先回复一下 廖老师的部分 好 廖明娟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问题 大家在线上应该都看得见 那说什么情况下去 引导学生使用把字句对吧 好 那我会先放一个不用把字句的句子给学生看 我说这个句子是你们会说的 对吧 好 那 我今天骑摩托车到学校来 我今天骑摩托车到学校来 我说这个句子你们都会这么说 好 那可是呢 我平常学生不一定有摩托车 所以我骑摩托车这件事情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可能我要你特别去注意 我今天骑摩托车到学校来 那就是要让你注意 那就是要让你注意 所以我就要让你注意 让你知道我很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我很想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很重要的 我要你知道的事情 那我就会这样用把 那我就会说我今天把摩托车骑到学校来了 那这样我就会知道你想什么 你就会知道我想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中文 我说我很多句子我都不用把呀 我说你们都可以不要用把 我甚至把那个把字句 然后换成做不用把 那当然在练习的时候也会把那个书本上有一些句子 例句换成我要他们去用把 就是要他们做替换 替换练习 那我也会故意的把那个把字句换成不用把 换换看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但是英文其实也有这样的 他也会把那个什么pick it up 还是pick up it 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还会怎么样呢 我会诱导学生说 如果你会用把的时候 听话 那中国人会觉得你的中文很好 他会觉得你的中文很把 因为你会用把字 这个把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用很多把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母语人自己不知道 以前那种新的老师做一个实验 他就在那波上挂了一个麦克服 录音品 他就录一整篇 他说那一整天说了 上千个把 他说一千五百个 我现在有点记得太清楚 七百个把上千个把 太快了 对不起不用说太快了 以前邓守信老师 他在他就是实验 还要证明一下 这个 中国人用把的频率多高 我们用把这个字 不要说把很少人用这样 那所以他就做一个 就是挂一个录音笔 录自己一天说话 的 的话 把一天 打他自己说的 一天说的话 录下来 对吧 那所以老师也要常常去用打 自己要习惯 上课 最起码上课的时候 您要习惯 常常用把 当学生学过了把这个 呃 语法之后 您自己要常常去使用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 有时候在课堂上 对学生说话 都会忘了 觉得这个把 可能好难啊 好 那自己也要给自己提醒说 我要常常用把 让学生学习 你的 就是模仿嘛 模仿你的语句这样 那 廖老师 如果觉得 还有问题的话 就在 在留言 好不好 如果这样的回答 大概目前是这样 就是鼓励他们 因为你的 你可以表现你的中文很好 你用把 第二个就是 他的功能 这个把的功能是什么 让学生了解 好 谢谢 林娟好 也可以用指令游戏了 比如说 我帮你做 是是是是 然后等一下是你做 对对对 那我们就 就先简单把什么 放在哪里 或者什么放到 假设要配合那个方向 把什么放到哪里 对对对对 好 那这个就是说 是你在做语法练习操作的时候 这样做 他是对学生来讲 我 我如果在生活上 我为什么要用把 就对他有一个诱导 用因 我为什么要用把 当然做语法操作 就是必须练习 但是对他来讲 他为什么要用 要去用把 而且有个美国人 很好笑 我讲一下 一分钟 那个美国人 因为我们以前一开始都是一对一的课 所以学生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就是随便他 那有一天他来了上课以后 他每一句话都说把 每一句话都用把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今天都 每个句子都是把 因为有个对有个不对 对吧 他说因为老师 我今天的learning goal 我今天有一个learning goal 是把字句 我要练习我的把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个美国学生他 所以我也常常会告诉学生 你也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 我今天的learning goal是什么 我要练习把 还是我要练习被 还是我要练习了 还是我要练习过 这些 就是给自己一个 那这个学生他就一直说 如果不断的用这个把字在他的这个整堂课里面 那他就会知道自然学习 他在他想要用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适合不适合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去实际用你才会有需求 你才会想学对吧 那语法练习当然这个是没话说 一定会这样练习 好那我们来看看关系子句的时候 他有两个特征对吧 我们在关系子句 我们刚刚说完了吗 对说完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的补语 所谓的补语就是有的 我又忘了把他那个来引戒他 然后呢出现在动词后面 然后来表达这个动作产生的结果 所以叫结果补语对吧 那也有有的语法书说是态度补语 那一定都是在这个后面 比方说他做事做得很坏 没有问题 那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辛苦 怎么样 那个是后面的结果 对不对 热得我气都透不过来 好 那个是结果 然后呢动词补语 他跑得很慢跟他慢慢的跑 我们是不是有三个的 白布的的跟赤布的 还有这个的 我喜欢念的 我小的时候我老师教我是的 那这样他的意思是说 这样你不容易弄错 因为你就会说慢慢的 好 那A是B的补语对不对 A是补语 B是副词 但是这两者之间他的 我看不到的 都是补语的特殊 好 然后呢 这两个英文的翻译 两句都可以 对不对 好 可是要怎么区别呢 如果采用补语是主要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上面这一句 他跑得很慢 对吧 好 那如果你要问他 他在做什么 你就会说 他慢慢的跑 看你怎么问 你问他跑得怎么样 那当然你就会说 他跑得很慢 还是他跑得很快 那么如果你是问这一句 他在做什么 他在慢慢的跑 好 如果是因为英文的话 翻译出来是一样的 好 那连串动词 我们有三个连串动词的结构 一个是兼语结构 一个是说明子句 还有一个是语义连接子句 这个语义连接子句 我应该 哦好 对连业复句 我昨天后来放了一小小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个监语 就是 一个名词或是代名词 他同时是主词和兵语 他同时是这样 我请他帮忙 所以我跟他是主语和兵语 应该说他 这个他是主语也是兵语 因为他在这个词 这个句子里面 他也算是一个主语 然后第二个呢 他会选了老张当主席 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兵语 他被选对不对 但是呢 他是也是一个主语 他被选 但是事实上他也是一个主语 他是主要的嘛 主要的 所以这个是兵语结构 这个种 有一个是看似像兵语结构 可是他不是的 他们都说我不对 看起来好像是他们 然后我是兵语 对不对 我是另外一个 我是主语 说我不对嘛 可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不对 是他的兵语 他们说 说什么 这个是兵语 不是兵语结构 这个就不是兵语的结构 这样可以吗 因为说 那个不对 是说的 说的兵语 他的兵语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说明子句 这边 有关系子句的兵语 比方说的的的 那个的 对不对 那不能直接翻译成中文 我们找到了一条 我们要留下来的狗 我们找到了一条 我们要留下来的狗 那个有英文的原句 我没有吧 我不想用英文 那这个是用英文 直接翻译出来的 如果你用英文 直接翻译出来 是这样 我们找到了一条 我们要留下 就是意思不对 应该是我们找到了一条狗 我们想要把那条狗留下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英文 去翻译 意思就不对了 所以不可以用英文去 这个关系子句的 这个英文句子 我们不可以直接翻译成华语的 那个句子 好 那说明子句的有两个特征 我们一个就是这个子句 和前面子句的关系 好吧 我们这个 大家都要把我们的时间 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 对吧 那什么东西不好看 书不好看 对不对 那这个叙述 我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发现撞了一个人 还好没有受伤 还好是 后面 应该有一个 戏 戏 对不对 还好他没有受伤 可是我们呢会省略 这里呢他会说省略 然后我们没有 我们我们名词省略 这个名词省略会 会还是懂 我们还是懂 好 语意结合复合聚 好 一般认为呢 他是靠名词的省略来联系的 比方说银行九点开门开始营业 那银行九点开门银行开始营业 对不对 都是说银行啦 银行九点开门银行开始营业 然后他一天到晚吃饭睡觉 就是他嘛对不对 然后呢很多人到美国去念书 很多人到美国很多人去念书 他们是这个是复合聚 他很多人到美国去 很多人去念书 他的意思是两个句子变成一个叫复合句 这个小孩说话口齿不清楚 这个小孩说话 这个小孩口齿不清楚 那他就不再重复那个名词 好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点时间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连接的连接词的复合句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要是如果假如的话 如果的话假使的话对不对 还有什么还是什么这个 这个很多那我就没有放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并列的复句 华语中有没有人要帮我计 Nicholl 有没有什么 如果双连词可以用来连接并列复句 华语中还有真正不用任何连接标志的复句 则可算是十度的并列复句 好 那双连词就我们 上面的 有连起来 当然它就是并列复句了 并列那如果不用的话就是你不来我不去 他是 并列 两个一样重要 对吧 那事情发生的很突然 跟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是并列 两个一样 一样的 重要但是我不用连接词 我没有用连接词 and什么的 你没有说他们怎么会知道 你没有说跟他们不知道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两件事情是 一样的 那 英文可能中文又会有一个什么and therefore 中文不一定 你没有说 他们怎么会知道 好这个就是并列复句也是想想想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叫做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 那这个是我在后面写 我今天我应该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我后面加的 这是一个台师大华语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生 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想记不起来 他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 什么是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的特征 第1个 语音的特征就是 花票 花票 发票 发票 那个喝 会把那个 飞 飞会发成 对不对 发票 他会说 花票 天气很 热 他会说天气好 乐 对吧 好 那这个飞跟 语 这个 这个 变音 他们已经 发不出来 这个是词汇 然后词汇的话呢 会有一些 外来词 比方说 铁码 铁码知道吗 知道 比方说还有什么 一些外来词 现在想一想 铁码老师 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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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台湾国语嘛 它从 米南语过来的 说像 欧烈 黑鲁文 还有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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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边说 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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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母汤 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那个母汤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讲是泡汤 他就想说是不是泡温泉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这个 词汇 然后语法的特徵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有 这个很多很多 你们 其实我们在场中没有台湾人 我们两个华日老师 不会这么说 有加Verb 对不对 我有吃 我有看 我有去 我有说 我有买 对吧 我们看第一个 我有碰到你的学生 现在网路上有 网路有正常了吗 对吧 宿舍有在 回收电池 今天真是有 有够 这个有够 也是 无够 这个是台语来的 无够 有够倒霉 对吧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说有人说是从 从中部的台语 中部人 他很喜欢在句尾 加一个说 我想到了说 他昨天没来说 有 我以前有同事说那个说是台中人 中部人 中部人的台语 喜欢这么用 在句尾会加一个 我发现说 用了电汇箱 请问老师 你没有说 不是 不是 你没有说他们也会 没有啊 这个没是没呀 你没有 那个否定 过去否定 你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 这个有不是啊 应该是说 他 我们 等到后面 怎么说 那个说不是 真的说 在线上问了 你不说 他们怎么知道 我看到他 对 这个就是真的说 才是一个动作嘛 你没说 你把他想成是 但是你没说 你没说 你没说我怎么知道有功课 你没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要买菜 是吧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 那这个 那这个有 后面是一个动词 你记得有跟一个动词 他有穿 我有穿 可是穿不像 如果有一件衣服 你为什么没买 我有穿 可是穿不像 应该是什么 我是穿过的 这个有 他应该 其实应该就是要换成过 还有 你有没有吃 对不对 你有没有冷 你有肝吗 这台语了 你有没有冷 你有没有冷 这个说 当我看到这篇报导真是吓了一跳说 有人就是说这是台中部的人的台语习惯 他又加他好可怜书 就好可怜就好了 为什么加一个说 还有给 你要不要给我债 你要不要给我买 老师给我打 对 那个我没有放在上面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common了 那个每个人都知道 他给我打 对不对 他给我打 是谁打 你给我打 对 谁打谁 他给我打 他给我打 是谁打 谁打谁 好 我有给他讲 我有给他讲 老师这个就知道吗 给 我给谁 他给我 对不对 那不用这个有 我给他 我告诉他我搬家了 对不对 没有人说我给他讲我搬家了 这个就是台语 应该是我告诉他我搬家了 还是我跟他说过讲过了 我跟他讲过我搬家了 我跟他讲过我搬家了 对吧 因为这个有啊 他觉得说我有做吧 我做过 就有 我又给他讲了 好 那么星巴克 顺路去给他买一杯 张老师这个第三个例子 星巴克买一送一顺路去给他买一杯 给他买一杯 其实在华语教学里面是有在教的 就是帮他买一杯 对 然后 这个给是帮他的意思 对 那应该 比较好应该是 去买一杯给 给他买一杯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这个一定要有上下文 我去给他买一杯 因为在这里 在这里是 如果是 是 才一式的人 因为他没有上下文 他没有前面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很喜欢喝咖啡 好 那今天星巴克买一送一 我顺便去 给他 去给他买一 我会说去买一杯给他 在这里的 你要讲语法的话 对 语法的话是没有错的 给他 给他做饭 给他洗衣服 是 给他买菜 是 给他 给他什么 就为谁做什么 对对对对对 对是错误的 对对对对 可是呢 因为他没有前面文 他没有上文 就是你自己说 你自己 星巴克买一送一杯 我去给他买一杯 还有人说 去来给他买一杯 对对 去来给他买 现在说给他买一杯 这个是已经 对对对对 语句是放在 华语教材里面 是是是是是 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教材 他是在 他是介绍这个给的词 这个语法功能的时候 然后他放在那里 所以你知道那个语法功能 是那个功能 是 那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给 因为他把它归在 那个所谓的 台湾国语的特征这里 好那他会把他放成 就是说 我自己说的 如果自己的话 他会这样说 你前面可能会说 我现在很喜欢喝咖啡 那星巴克买一送一 我去给他买一杯 因为这个句子 我觉得一二是不妥 对他是 但是第三个句子 他是正确的 哎呀 就我刚刚说的 就是你要看情况 要看他的上文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不得说他错 对 总好是说他是对的 这个句子对 我其实很喜欢喝咖啡 那我顺路去给他买一杯 世界上老师说 给他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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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这要用帮他写作业 在这里面的 给他写作业 这个给就是有协助 有帮的意思 不能 要用帮 这里不能说我给他写作业 老师 这个孩子啊 上课 不上课 也不给他写作业 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说 也不给他写作业 你这样也不给他写作业是 不让他写作业 是 不给他写作业 那个台语啊 也不让他 赶公开 对吧 也不让他赶公开 不让他赶 吃东西 有没有 他也不给他吃饭 不是那个给他哦 不是他养一只猫 然后说你不给他吃饭 不是 你玩手机玩的都忘了时间 你也不给他吃饭 对啊 了解 那个是 台语的一个 语法习惯 这样 有吗 对没错啊 你说 的确比如说你要不要给我在 我有给他讲 这是很明显的 对对 这个很明显 是给他买一杯咖啡 要不要我给你买一杯咖啡 这个 你能算是 说他是一个 不正确的用语吗 我觉得是 对对对 在教材里面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给 因为他本来就存在在华语里面 然后 我们的 所谓的台语 有些的 母语台语的这个语法里面 他也有这个给 所以他常常会去互用 互用 让你觉得这样是对的 就像那个有字 很多人没有觉得是错 很多人不觉得说 我有去啊 这个是错的 对啊 我有去啊 这有什么错 昨天那个上课你去了没有 我有去 听起来觉得没错 我没去是否定啊 肯定就是我有去啊 这样没错 很多人是这样觉得没错 可是事实上应该怎么说 我去了 对吧 因为有华语老师也问我老师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说你要说我去了 还是我去过了 如果是一个经验的话 我去了 我去过了 就避免啊 我也是跟学生老师说啊 你们要尽量避免自己去用错误的用 只要去想一下 不要就是 就说了 那当然有一个老师他说 那这个是我们在 在高雄啊 这个 这个比方 就是用台语量比较大的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用啊 老师 嗨 Stacey 那个 那为什么不能这样教 可以教 只是告诉学生 如果今天有天 会分享讲一句话 他说会分享讲一句话 如果有天你去了北京 你到了北京 然后你一直都说这个有有有有有有 他们会笑话你 北京的老师还是北京人会笑话你 他说你那个是南方国语 我就我第一次我三十年前去的时候就被笑话 他说你说的那个都是南方国语 当然了这个看你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去了这个 他们就说你的普通话说的不错 他们以为我是广州来的 因为他们讲台湾嘛 台湾就是南方的 他说你普通话说的不错 然后我说我是华语老师啊 我非说的好不行啊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 我妈妈是北京人啊 我妈妈是北京人 当然 东老师说的是没错 有这个疑问 就是因为他 在华语里面有 在台语里面也有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混淆的用法 所以那老师呢 就自己稍微 抓好一点 什么时候可以用 什么时候不要用 那个赞 也是因为华语里面有 对不对 这份定时就是 虾子在贵 以前那个老师就是每次都笑这一句 这份定时他都背起来了 这份定时就是虾子在贵 他都背起来这句有没有 他都背起来了 然后把这些 虾子在贵的时候 定时很贵 为什么很贵 因为虾子在贵 那我们不要用赞 这贵贵 这什么贵贵 这贵贵 台语我的台语不是那么好 那我觉得这份定时就是因为 虾子 才那么贵 那如果再更那个不要子 因为虾子是南方国语 那个子 虾子 有什么子 什么子 什么虾子 南方国语很喜欢用紫 那我妈妈都说 你是虾子吗 因为他的概念 虾子是这个 看不见的人是虾子 只能吃的叫虾 我妈妈的概念是这样的 因为他北方人 他北京人 所以他 听到我们说虾子的时候 他说 你是 你能吃虾子吗 虾子能吃吗 那这个都是南方的 南方的用的 那我的孩子是婆婆在带 我们都会这样说 对不对 对吧 应该不是这样说 我的孩子是婆婆帮我带 对吧 我的孩子是婆婆帮我带 不是在带 对 这些仿冒的表在鉴定时有困难在 就有困难就好了 不用在了 好 那这个用也是 接着我刚刚很好示意出了大家就 用强的 跟那个有一样对不对 要用什么方法 然后 后面一样不可以用动词 用的后面是名词 对吧 我用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 贵在虾子 贵在虾子 好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怎么讲 不用了 不用了 Verb在对不对 前面是Verb要在 Verb在 没有SV在的 刚刚是哪位问 廖老师 廖老师 对 那贵在什么 对不对 我说 朋友 的感情 贵在信任 朋友之间 贵在信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贵 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一个动词 没有了 对吧 因为这个有点像那个古汉语的 语法 那也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是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 书面的那种 书面语了 他不是这种口语的 这个对话的 那个是一个 特殊的 比方说写这种广告啊 这些的 贵在相信 这个 那个贵是动词的 你要把它做动词 可是这个不用贵 这份笔词就是 这份笔词就是贵在 贵在虾 虾子 应该是 贵在后面是一个受词 对不对 如果说我说贵在信任 因为信任 他很有价值 他很珍贵的是信任 现在 现在就说我们怎么样 因为 因为张老师您是在讲这要和 空中 余伞 对 那现在 余伞应该就是verb在 贵在信任 贵在虾子 是 贵在信任是那个受词 对不对 为什么很 为什么是 珍贵的 虾子不是 贵的受词 这算 贵在 因为 我说的友情 贵在什么东西 就是他珍贵的部分是什么 对不对 他珍贵的部分是什么 他如果是定时 他说什么 这算定时 就是贵在虾子吗 这个 第一个 他不是 口语的 是口语的 他不是 书面的 我要用在一个比较 所谓的文言的 书面的一个句子 对不对 比方说 比方说友谊 贵在信任 我把他当作是动词 对不对 这份定时 贵在虾子 意思是说这个虾子是很珍贵的 语法上是你要去说语法的结构是对的 没错对吧 可是你不会去把这个定时的珍贵的这个部分去想虾子很珍贵 但是这份定时就是贵在虾子这个贵应该是价钱价格贵还是 对 对他是价格贵 他而不是一个动词的那个贵 他不是一个当作动词使用的 因为如果他说这份定时就是虾子债贵那个债是动词对不对 虾子债贵 那个债是动词 债贵 我在前面 虾子债贵是那个动词 他把那个债当动词用 对吧 那如果你要把它换成说 就是贵债虾子 那意思是说那个贵是一个动词 对吧 那可是如果语法就是平常我们口语上来讲 我们不太会把这个贵当作一个动词来用 对吧 只有在比较书面的 或者是一个比较少用的一个 像我刚刚讲的一个 文学上的一个修词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贵当作一个动词 这样 先这样 先这样 解释一下 那老师我们可以再讨论 如果有email等一下 我们可以再讨论 这个贵债一下 好 然后呢 别的没有问题 另外两个句子应该在 这个用 这个我们应该常常会用 我用 用写的好不好 你用说的我一定不懂 对吧 那要用抽签的 就是用一样 用到后面不要用动词就对了 用的后面 用的后面都是名词 你用什么办法 对不对 那会 这个会因为台语有 中国的华语有 这个牛肉干 不会辣 不会辣 对不对 不会辣 你放心吃 那我们就说不辣就好了 就不辣就好了 那现在的橘子会不会甜 那你就是什么 会甜 不是你都会回答的 会甜辣 现在的橘子甜不甜 就好了 对不对 那现在的橘子很甜 不太甜 有一点酸 什么的 对不对 就你就回答 你会冷吗 很多人都会这样用吗 你会冷吗 不会 你会冷吗 不会了 你会冷吗 不会冷 好 最后年我妈妈都这样问 我妈回来 后来会做油 我妈妈回来会用油 你有没有告诉他 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妈后来也会这样问 你有没有告诉他 这个不行 那台电脑现在不行用 有人在烧光碟 都是自己没有发现 对不对 你会这样说 重感冒不行来上课 考完试还不行轻松 真的 应该都是用什么 不能 对不对 就不能不能不能就好了 都是不能 因为行 行 行是可以 不行 不行用 不能吃 不行吃 不行吃是不可以 好不错 听说他们的东西不错喝 对吧 不错后面加一个动词 也是都喜欢用动词的 不错喝 可是有点 什么有点贵 那还不错吃 对吧 不错用 这个常常会这样说 那在台湾在高雄就这么说吧 哪天你到了北京就不要这么说 跟学生说 你在台湾可以用 那还有够 应该有个够 不错 不错 不是不错看 对不错看 不错看对不对 那部电影还不错看 那女生还不错看 好 那什么看看 语法应该是 VV看 语法应该是 VV看 不是 V看看 V看看跟 V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V看看是 你吃看看 小心 你敢吃吗 那是老师的 你吃看看 那个吃看看是有一点 恐后的 威胁的 你试试看 你敢做吗 你去看看 如果有先生说 朋友找我去 那个酒店喝酒 他才说 好啊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是真的要他去吗 不能去 不能去吗 不兴趣 不兴趣 你学得很快 现学现外来 好 真的如果他想说 你去看看 先生就真的去看看 是不是 可是如果他说 你去去看 好像也不行 你去去看 你去去看 这个就有点 有点不一样 你去去看 那个应该就是 你去去 然后我会看 你去去看 对不对 你去看看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 去看看跟去去看 雨吊也有关系吧 对当然 跟那个当时的情境 雨吊还有口气 对不对 然后你看你弹看看 这一团钢琴 又掉字了 对不起 声音怎么样 应该是弹弹看 对不对 你弹看一看 这个弹弹台湾很多人就会 来去也很多人用 但是来去跟那个会在 来去很多人说 来去海边 来去 来去嘛 对 来去 那现在好多人就没有办法 他就会 你就是已经习惯会用来去了 来去吃饭喽 来去博物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初级的 我们还有周围 哇塞 你这重点 没有时间讲了 教学重点 那这个呢 我想一个 一个就好了 这个 解释词语的用法的时候 用举例 避免加入新词汇 我的新词汇 代表他没学过 真的 如果你学过汉字的 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用 比方说他学过 1.1 yes 这是1嘛 然后他学过 起来 对不起 他学了对不起 那个起 我就会给学生 1跟起加在一起 变成一起 所以所谓的新词汇 不表示说 他没学过的汉字 也不行用 不行用 不能用 那一样的 就是 我的意思是 以汉字为基础 如果他学过的汉字 就可以加 不是那个真的 没学过的新词汇 好 那有结构式的教学方法 一步一步 有浅到深 有浅 再一步一步 有的学生老师 在这边教 然后他就开始 给了那个什么 比方说B1的 或者是A2的生词 他才出题班 他才刚开始 学了没多久 他就给他那个 我觉得 就是你还是要有结构的 去教他 然后呢 变化不同的教学方法 还有练习的方式 然后呢 除非必要沟通 使用中介与进行语法的 对比分析 不要使用 学生的母语去翻译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这个初级班 非常重要 学生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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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了 他的母语以后 回不来 很难回来 所以我在初级班的第五课 我就临 中介语 第五课 那个远东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他书我没有发现 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他书因为他的语法那个 太临散 我凑不起来 我没办法把他凑起来 就是在上课 打量的去 当做我的教学的语句 来使用 但是远东华语可以啊 我就 在第五课的时候 全部 零中介语 全部使用中文 然后我教他们听中文 想中文 看中文 说中文 全部中文 不是不可能 这是可能的 那在 请大家老师们 在初级班的时候 一定要去扎下这个根 不要到了中级才 不可以说你的目标 初级就让他们去 翻译 因为太容易了 手机一下就翻译出来了 千万要想办法去克制他们 去克制他们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很好的办法 等下就跟大家分享 我越说越快 对不起 好那这个是我给大家提供我怎么教 这个是 网络上 在网络上教的 一个网络课 好 那我跟台北 我跟朋友 然后我把这个 问句 写出来 Question word 疑问词 然后呢 先请学生 请学生去想 因为你前面已经 介绍过了 然后呢 就 再把这个 让学生做 要学生做 那最后这个为什么 有一点特别 所以呢 我跟朋友上星期是 去找朋友玩的 那这个为什么的位置 这个为什么的位置 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 所有的所有的都是我们直接替换 就是replace 那个答案 可是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replace 那个字 然后这个是多久 那多我会去引申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延伸 延伸结构 那我会把它延伸出来 不是只学多久 你还可以学多什么 对学生来说 对学生来说不是压力 因为这些字他们都学过了 所以你可以从多久这个词会延伸出来 到多sv 这也是一个语法 也是一个语法 所以让学生再去增加一些延伸的练习 这样好 然后这个是一点儿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 一点儿什么都不 I E measure word noun这个语法 啊 有什么不同 还有后面会变成一个 Question word 加都和不 Question word加都和不 跟这个我会一起做比较 他说 我一点儿酒都不能喝 不是 好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那我如果要用Question word 我就说 我来台湾的时候 谁 都不认识 我就可以换一个Question word 好 我一点空都没有 我一点空都没有 那我 什么时间都没有 等一下 是这个 我我一点 办法都没有 一个办法都没有 我什么办法都没有 对吧 这样换 可以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给学生的一些 一句 好 那这个就 我就放在这里 然后呢这个是语法 Video 风光阶 好那这个是下面 要提醒学生不是都是VBO 那这个是请学生 练习回答 我把我的教材给大家 分享一下 好 就是让学生去想去完成那个句子 然后这个是当代中文这个中级班的 中级班刚刚我没有看 这个是所谓的RVE 我们以前学是学RVE 那现在有叫什么 现在叫什么 RC R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就是 RESOLVE 就是你的结果补语嘛 就是那个结果啊 那这个很多很多 然后呢 我就 把所有的都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用句子的方式 让学生去想 怎么 怎么用 这样 然后那个就是当代二他是终极了 你会发现他有其他的 别的 别的跟另外的 别的还容易 别的大概初级班他能接受 你给他别的 别的 他能接受 但是另外的跟其他的 因为 这个 第一个汉字没学 第二个这个词对他来讲 现在啦 现在学生都很聪明了 你只要给他 他就会记得 这个现在我们的学生都很聪明 你不给他 他也自己去学来 所以那就是一样 我也是用句子 然后呢 这个因为他是终极班了 对不对 终极班的话 我就会 在后面用中文去解释他 用中文去解释他 让他去习惯看一些 书面的 比较好的中文 让他因为学了 好的中文词汇 要让他有机会去看 去练习 去用 去看跟用 所以我会去把那个 我们 字典上的解释 放上来 然后一定要改 要改成他们懂的 他们懂的 然后这个是本来后来的练习 那这个 一样 与其什么什么不如什么 我会在下面 因为这个也是课本 课本的形式是这样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说明 解释这个语伞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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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的 他的终极班 我又写错字了 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的是 这个是不是 麻烦大家改一下 好然后呢 这样他是不是有机会 看到说明这个词 良者 认为 稍微 好些 选择 这些词汇都是终极的词汇 都是终极的词汇 好 那不至于一样 往往 要把 把他的这个写出来 什么我要写出来 就是要让他们增加 他们能够看到一些 高级 高级词汇的 机会 我要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 去开始准备 准备 中高级的程度 好那这个 是 也是 就是进入台湾 那就会 写的更深一点的东西 写出来 好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 到底简直跟起步 进一词分析 进一词 有学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用到底 什么时候用最后 什么时候用简直 什么时候用起步 然后这个只有什么人排到我去用这样的方式 左右配对的 配对的方式去让学生完成句子 这个大家可以做练习 慢慢玩 慢慢玩 然后这个 难以什么 对不对 然后他说难以后面有 我就想到把能够想出来的 能够想出来都放在上面 这个对话的方式呢 我不直接告诉 我 初级中级的时候 看完的对话让学生去想 去回答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 就是问问题就是很直白的 可是呢 这个时候 我会给他一个keywords 就是给keywords 直接到了对 keywords 给他们keywords 他们一定要用这个语法 来 回答 就是限制他们 会用什么东西 用语法的机会这样 好 可以 这个后面 好 这个了 好 但是应该手上大家都有吧 有这些吗 大家手上都有啊 好 那就慢慢看一下 有问题的话再联络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 分享多年的 非常多部的教学经验 张老师在 整个华语教学 语法教学的 学历方面的 很扎实 对 所以 很可惜 因为时间很有限 所以 没有办法 慢慢的 一一的 去跟 张老师 这个好好学习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 欢迎 线上的老师们 还有学员们 下个星期 一 我们上午是 华语词汇教学 下午是有关于 华语数位资源 怎么去运用的 是由 周佩婷老师 也欢迎继续的 能够参与这个课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张老师 谢谢各位 那其实 线上老师们要记得要 签退 引力我们去开立 研习正名 谢谢 再见 谢谢